那么老师呢,我们就麻烦大家您先进到这个OneNote这个平台 那您可以直接就是打开1234-ekn1w.net 那进来之后呢,其实我们有两种方法可以注册 这个我已经进来了 您进到标准的这个这边呢 会员登录这是最标准的方法 您可以选择用所谓的社群账号 社群账号登录 但是呢,比较不建议用Facebook 因为有些人设的,隐私比较严谨的可能会登不进去 那另外呢,您如果想要用email注册也可以 比如说您要用学校信箱 甚至比如说用google信箱 我就不要跟社群整合在一起 也可以,您就按右下角这里注册 那这种方式呢,它会寄一封认证信给您 您就必须去收信 这是比较标准的方法 那如果说我只想怎么样,试看看的 或像我刚刚提到的 我同学就没有email 那这个时候您就直接用访课就好了 这个访课,那你按下去之后呢 会有什么?会有产生八位数的代码 在这边有八位数的代码 所以您只要把这个代码记下来 下次呢,就在一样在下面那个地方 直接打进去 您的所有的学习记录、笔记,通通都会在那里 通通都会在那边 所以就可以继续下去 那您一进来之后呢,是在哪里? 是在这个所谓的发现里面的课程 其实我们在one note里面呢 您只要是在发现这个选单里面的 都是所谓的公开的 都是公开的 那因此呢,您可以看到在里面不是只有我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 那我们课程比较像是单纯就是比较教材 比较教材或者是互动比较少 那我用的最多的其实是所谓的群组 就比较类似像班级 所以在上面比较多的班级经营的工具 那我们今天的资料已经放在这个群组里面 所以您待会进来之后再发现的群组 进来应该就会看到在这里 第二个,有没有?在这边 不小心你也会看到很多其他的 很多,那所以你就直接点进来 点一下 好,但是在这边要自己加入 你等很久他还是不会帮你开门 要自己加进来 按一下 这样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帮各位老师准备的资料了 除了你手上拿到的那个奖以外 我们在下面这边还有很多简报 然后呢,主要的 研习资料都在任务里面 都在这边 都在这个地方 好,那我就把画面还给老师 麻烦各位 老师看您想要用访课的方式也可以 或者是您想要用标准帐号的也OK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